作词, 作词, 最后我可以分享的是 大爱的精神和它对我的影响 我这样说,往后如下的日子,我有机会再踏足澳门的话, 我必定是会记得她的,必定是会想起她的, 去剧场也好,去音乐厅也好,一定是会有她的影子在我怒里面, 因为在澳门那方面的而且确,其实我对澳门都不是陌生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住澳门做记者的, 在九十年代最昌文弹语的时候,我是在那边居住了一年的时间, 执名的,所以澳门的城市规划我都熟悉的, 但问题是半退休状态,真是全职做艺术评论的时候, 她带我去看澳门是另一个不是有地下秩序的澳门, 是一个充满着一个叫做有希望,和一个较为善良的澳门, 她也带我去走一些街道,我觉得周凡夫特别的地方, 她是有别于一般的评论人,是得过讲字,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人一个误解, 就是说评论人你真是会说的,有本事你跟我做台戏出来, 让我看,究竟你看看你们的演技是不是这么行, 或者你们的论述是不是这么做到, 但我在周凡夫身上我看得到,她不是只是论述能力强, 而是她的执行力也很强, 这个所谓执行力是对事件,对人的执行力, 这样我觉得我是要学的, 不只是一个讲字那么简单, 而事实上,当我们要爱一个艺术的时候, 我们要独立,坦白说, 我这一刻我相信我自己是还有一个灵觉的, 虽然我做评论都做了成二十五六年了, 我九十年代开始做,直到现在, 你越爱艺术,你是越看不起某一些艺术工作者, 你越不会认同的, 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越爱那样东西,你就会发觉那样东西, 他不配去执行那样东西, 但在周凡夫的眼里,他会觉得是给他时间了, 有时间就会,应该还有希望的, 我觉得当然涉及到他个人的宗教信仰, 我经常都会怀疑的,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所以我就很难不会理解那种什么的境界, 就是为什么可以这样都可以接受到, 但我也希望去, 我希望不会有一个宗教包袱的情况之下, 我学到他这个层次, 而到最后的就是,其实他本身可以影响到我的另外一样的, 就是说,站在我自己的布市, 我都一直会,一路一路年纪会老的, 他的确是很照顾一些的年轻, 所谓照顾的不是给他机会, 不是提携他, 不是给他建议, 我目睹的是有一些更加重要的, 当你看到一个年轻, 有危难的时候, 有政治压力的时候, 他是会用自己两岸四地的政治力量, 去帮一些年轻的, 就是当然那个年轻本身是要值得帮先的, 譬如说是不会的, 譬如说是一些的误解, 如果那个年轻是不值得帮的, 就是真是犯法的, 我想他都不会帮,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会觉得他会用尽方法, 去帮一些压力受到危难处境的年轻人, 他会帮他出台, 帮他做一个税客, 去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件事, 往后我觉得我要记住, 因为如果真的再出现一些历史重演的画面, 或者我有机会的话, 我不可以和年轻割席, 因为大家都知道, 年轻永远都是未来的社会动良, 永远都是一定要一个一个人去接盼, 如果身为一些所谓有经验的人, 大家就是乱眨自己的所谓江湖地位的话, 其实是绝对不会有我们今天尊重周凡夫那种的精神, 因为的而且确我觉得, 他令到我们最佩服, 最怀念的是,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和平主义者, 和包容性很高的一个人, 这一件事, 我觉得是, 我自己要记住, 我自己要朝这个方向去看, 你都, 可能我们今天, 我不是做总结, 但是, 我想有几件事, 我都想特别在这里说, 因为国际演艺评论家協会, 香港分会, 我想过去这五六年, 很专注做一些表演艺术的记录工作, 事实上我们, 其实由做戏剧年间开始, 已经在整理香港演艺的历程上, 一直都透过出版, 做很多的一些工作, 我必须要说的是, 周生当时, 在我们做了戏剧年间, 戏曲年间之后, 古典音乐年间, 1415年, 我们做了两年, 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命, 陈书老师一定知道, 古典音乐年间, 到底这件事拼在一起, 有多艰难呢? 正如曲菲说, 周生的大爱, 我想他第一, 他念之在之是, 香港这一部分的记录, 是要做, 我们互相互不太要做, 难的, 不容易的, 因为, 这个一定是一个, 就是, 就是说, 会重战很多的计划, 他一早知道, 他怎会不知道呢? 是 他又交, 正如你说的, 他不是交过波给我们了吗? 是吧? 所以, 我觉得, 他念之在之是, 就是, 开始要做, 而且, 做得不好, 不要紧要, 有时间, 有时间, 我们很努力, 用不同的方式, 两年不同的进路, 做了一四和一, 无论成果调都好, 即使我们现在可能, 我们朝底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未必可能在古典音乐年间, 再有一个延续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那两年, 周生对于这件事的支持, 他愿意在里面参与,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 因为如果他觉得难, 就是我们懂事, 他就觉得, 不要了, 很难,很难做, 我这些崗位就是, 既然周生说难了, 那我们必要做吧, 是不是? 其实是一个很, 现在想起来是一个很, 我觉得那两年是一个, 就是现在留下来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我觉得, 无论如何都好, 有其他的朋友会继续去做, 由这件事, 我都隐身, 有一点点的遗憾就是, 我们自己本身是要做记录的, 但是可能周生的记录, 我们没有办法做, 但是其实周生已经有很多书, 是出版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就是留给我们很多, 一些很好的, 一些真宝, 那这本书呢,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周生签名, 我特别拿出来,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他, 在大会同50年的时候, 就是和康民处一起去合作做, 中间有很多的访问, 当然, 也都有很多他的一手资料, 他的再去做研究的资料, 我觉得周生, 给我的一个继续的使命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是资料王, 有很多人找不到资料, 不知道为什么找他呢, 他就会, 好像图书馆那样, 就有很多资料在这里, 我知道最近好像有人找一些, 一个早年音乐剧的资料, 就是之前, 周生还健康的时候, 是没有想过, 连那个长刊都找出来给他, 就是可能和张老师, 你们都是很多资料在手, 而且还能找到, 就是我这些可能找不到, 我觉得, 资料的部分, 周生固然是他的长刊, 另外就是, 其实我也知道, 他是将他自己很多的藏书, 他已经在之前, 就已经捐了他这个中央讨书馆, 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和分享的人, 如果不是他就不会, 虽然他有段写来, 他也可能是想在家清一下, 清一下一些位置, 但同时他也很愿意, 将他的一些材料和大家分享, 这本书, 我觉得是一个, 除了是50年的, 大会堂的历史记录之外, 也都很看到, 周生作为一个, 一位评论的朋友观察者, 你看到他那个, 他那个艺术的光谱, 是真的, 我也是要好好地去学习, 就是, 能够写到一本, 即是, 集, 节目, 策划, 建筑, 很多不同范畴, 大会堂发展的50年的书, 我觉得真是一个, 即使可能他的口述史, 我们未必有机会再做到, 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他留给我们很好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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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周生的一个, 就是我们认识周生的一个精神, 或者是, 谷菲刚才所说, 不知道是否因为他有宗教背后的一个, 一直支持着他, 他很乐观的, 他一直给我的感觉都可以很少看人生, 他最后这个作者指导是这样写的, 是的人生就是这样奇妙, 就一如音乐, 一如各种艺术, 一如香港大会堂, 那样奇妙,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现在想起, 周生, 他都应该会觉得他自己的人生是很奇妙的人生, 就是他会很appreciate, 和很amaze这个音乐给到他的东西, 而他的人生也是非常精彩,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想起来,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都可以仍然透过文字, 继续去认识周生, 继续去, 他会在他身上行走? 周生, 容许我插一两句先, 不需要少一点, 要演Bernice刚才提到一个课题, 正好说明曲飞银刚才所说的, 就是做音乐年宅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见证者, 就是, 早在我们未做年宅之前, 好几年了, 我常常跟他说, 喂, 不如搞完吧, 音乐年宅, 正是戏曲年宅, 他就笑而不道, 他说, 很难的, 我推了他很多次, 很恐怖, 就是说, 敦促他, 让他做, 结果后来我们董事会决定做, 他再不反对, 就是说, 大体特决定, 他就做,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 是什么, 不要突然自己个人, 这是一个群体的, 老人不自, 做了, 做了, 做了很多波折, 很多大家可能当时都未想到的考验, 他从来没有回头说, 不听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他绝对没有, 这个就是周大哥的好处, 你们都要做, 我就是不同意的, 他真的不同意, 他跟我说了很多次, 不可以的, 不要, 但我们集体的病, 做, 他就不会, 就是说, 有什么, 抽回我们后脚, 这个就是, 充分体验, 体验这个大爱, 和民主精神, 真的很好, 郭飞卿有没有什么补充? 那我们刚才用了一些时间, 我们免怀周凡夫先生, 我们很敬佩, 我们很爱户的, 很爱戴的, 我们相当地熟悉的周凡夫, 那我们去到这个讨论的尾声了, 那我就用回一对对联, 就去做今次的一个总结, ITC会做一个网页, 就是纪念周生的, 就写了对对联, 对对联是, 上联就是, 我们将这个周生, 他的名字是周凡夫, 他的真名是周卓虹, 就放在头和尾, 上联就是, 凡人是高人, 这位凡人是高人, 凡人是高人, 凡人是高人, 他妙知诗抗, 树自长, 诗抗呢, 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 耳朵很厉害, 诗抗之聪, 二代很灵敏, 是一个音乐大师, 所以他是妙知, 知音的知, 知己的知, 他妙知诗抗, 书自长, 很威, 好了, 下联就是, 下联就对上联, 上联用了一个凡人, 是高人, 所以夫子真赤子, 他有赤字之心, 他真的对人很好, 刚才讲了很多很多例子, 所以夫子, 这位周夫子, 他真是赤子, 上联就说他是妙知诗抗, 突然间离开我们之后呢, 我们就说他应该是相若妙诗, Muse, 希腊的一个灵感之神, 音乐的出处, Muse, Muse, 我最初就在一个什么约搞很久的, 然后书兄说, 反驳贵真啊, 一字之诗, 用相若就搞定咯, 相若妙诗, 亦情豪, 上联就自卓, 下联就情豪, 一字一情, 所以上联的揭就是一个豪字, 下联揭在卓字, 下联揭在豪字, 所以就是全个上下联再说一次就是, 凡人是高人, 妙知诗抗, 数智卓, 夫子真赤子, 就是相若妙诗, 亦情豪, 他离开我们, 他只是约了妙诗, 约了我们的灵感之神, 就是妙诗是全世界灵感之神, 诗抗就是中国的音乐之神, 那妙诗今天也知道, 这个是希腊神话里面, 他约了妙诗去探世界, 约了妙诗去饮酒茶, 他的精神还在我们的附近,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周先生, 早晚我们会和你再见面的,